Peggy 18 《丧尸》一直是游戏与电影作品的常客 那么今天咱们就从电影的角度来聊一聊 《丧尸》文化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丧尸》在最近这二十多年间是异常的火热 《丧尸》的英文Zombie最早的记录是1819年来源于刚果语中的神Nzabi 以及崇拜物Zombie 用于描述无比巨大的神力 后来这个词在巫毒文化中代表了复生的尸体 在其他的文化里也有幻影鬼魂等含义 后来随着刚果地区的奴隶流动到西印度群岛的过程中 逐渐演变成了Zombie 但是深究进去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每一个年代 丧尸文化流行的原因都不尽相同 咱们慢慢到来 一般来说时间普遍吧 1932年的《白色僵尸》 认作是《丧尸》电影的鼻祖 这也是Zombie这个词首次在电影中出现 该片由Edward Halperin 以及Victor Halperin兄弟俩共同拍摄制作完成 他们把美国冒险家 威廉·布埃勒·斯·布瑞克 在1929年的旅行手记 《The Magic Island》中 所谈及的巫毒教 仪式复活死人的概念 放到了自己的电影中 在电影里 Zombie诞生的原因是 巫毒术的操作者 使用巫术把死人复活 用作奴隶和劳动力 白色僵尸为Zombie这个词 确定下了许多特征 比如这个像 死而复生的尸体 没有灵魂的躯壳 没有自助思想 身体僵硬不灵活 身体中枪不会死亡等等等等 而丧尸的这些特征 我们在生化危机 植物大战僵尸等等游戏里 也都能随处见到 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 白色僵尸里的Zombie的主要特点 并不是吃人肉 而是只会没有思想的工作 这一点也反映了 当时的黑人奴隶现状 巫毒教是属于西印度群岛 黑人奴隶的宗教 这个教也是他们反抗 白人统治的精神支柱 1932年美军统治海地时期 巫毒教渗透到了美国社会 美国人自此也就展生了 对巫毒教的恐惧 1936年的Revote of the Zombies 在当时被称作是 白色僵尸的续作 这同样也是一部 由哈尔布林兄弟 携手制作的低预算电影 哈尔布林兄弟在这部电影中 对丧尸的设定做了一些调整 在白色僵尸中 丧尸是只存在于海地的一种怪物 但是到了Revote of the Zombies 就变成了为了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斗力 起源地也变成了 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中南半岛 但是丧尸仍然作为奴隶 或者说被统治驱使的群体 这一设定并没有改变 而且在当时啊 好莱坞电影中戏谑黑人的角色 来博举观众笑声的做法很常见 而电影里 被统治的奴隶也一直是黑人的形象 黑人的台词啊 甚至也只有什么好的 主人 就这样的话 但是到了1940年 由名角Bob Hope主演的 The Ghost Breaker的剧情里 黑人角色啊 最后救了所有人 那么黑人的形象 就直接被拔高了 这在以往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其实在这个年代啊 与其说人们是在害怕电影里的丧尸 更不如说是在害怕黑人奴隶的反抗 以及诡异神秘的巫毒教 1950年 丧尸电影的发展又得到了加速 这是怎么回事呢 The Wolfman I Walked With A Zombie的剧本作者 Curt Seudermark认为 随着二战结束 人们对恐怖电影的兴趣呢 开始逐渐降低 不过恰巧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 核技术以及宇宙技术的发展 还有美国人对某种我们在节目里 不能说的主义的恐惧 等等等等缘由加在一起 使得哥特文学 还有古代神话翻拍的电影呢 不再受宠 取而代之的是与新技术有关的电影 什么核辐射大怪兽啊 放射线危机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电影 开始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1945年光导原子弹爆炸之后呢 全世界都被这个核武器的威力震惊了 但是当时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核辐射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的持续影响 人受到辐射是不是会变异啊 是不是死人会变丧尸啊 反正就是你怕我也怕 都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 却不知道它到底怎么不好 这么一来啊 把丧尸还有辐射揉在一起 您说这有没有搞成呢 在以前大部分人们对丧尸的认知 都是想白色僵尸里演的那样 大坏蛋拿眼睛啪啪一照就活了 直到1955年 电影Creature with the Item Brain 就把巫图教咒语复活丧尸的这个设定 换成了被辐射之后复活的死人 五六十年代正好是美苏搞太空争霸赛的时候 人们除了对核武器不深了解以外呢 对宇宙也是十窍通了九窍 一窍不通 Planet这部电影呢 就把丧尸设定为外星人 为了毁灭地球人而复活搞出来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丧尸电影 开始借用类似比较新颖的概念去拍摄 比如什么外星人入侵啊 细菌寄生控制之类的 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 僵尸模式里 就是用的115元素来创建僵尸军团的 到了1968年呢 属于丧尸电影的另一个变革来临 这就是乔治A罗梅罗的时代 当年罗梅罗的电影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上映 可以说乔治A罗梅罗给丧尸电影重新做了定义 人们发现 诶卧槽 这个怎么电影里的丧尸和以前不太一样啊 比如电影开始直接的表现丧尸吃人的画面 而且被丧尸咬到的人呢 也会变成丧尸 并且你只有爆头或者燃烧才能杀死丧尸等等 这些都成为了之后的丧尸电影的基本法则 但是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这部影片的上映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68年10月 影片上映的时候啊 正好是马丁路德金遇刺半年之后 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啊 恰好就是一个黑人演员 这还没完 这个黑人演员扮演的角色呢 还是个英雄 那这事儿在当初可就是炸了窝了 因为在当时啊 美国民众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十分严重 人们根本就无法接受 电影中的主角是一黑哥们 而且要求黑人平等的马丁路德金刚刚遇刺 你就拍这么一片 你什么意思啊 结果当时就有一些电影院就拒绝上映这部电影 这一点其实在《生化危机5》里也有所体现 结果就是因为设想的丧尸呢都是黑人 《生化危机5》还遭到了不少人的抗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 谁也无法否认 这部电影在丧尸电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呢 您看看这几年的最新的丧尸片 来回来去说的其实都是乔治·罗梅罗的那件事儿 看到丧尸在大荧幕上吃人的镜头呢 观众们就仿佛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路 人们往往能够接受人被杀死的镜头 但是谁也没丑年过这种好假 掰开大嘴就胜开了 这种直接展现人吃人的镜头的冲击力 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观众看这种东西最上瘾呢 答案明显是青少年观众啊 为了取悦更多的青少年观众 《丧尸电影》开始在片子里加上更多的裸露片段 更直接的诗人的镜头 还有更纯粹的暴力 在这个时间段 市面上有像Sugar Hill这种双眼突出 身材高大丧尸的old fashion味的电影 也有强调化妆场景与氛围表现的 Children shouldn't play with that scene 还有重谈奴隶主题的Shanks 总之总之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丧尸电影已经开始显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了 在1978年 乔贼罗梅罗的另外一部重要的丧尸电影 Dow of the Die的上映 这部电影当时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X级 按照当时的基准 简单说就是十七进 十一张电影中并没有什么过分暴露的性描写 被评为X级 主要也是因为过于真实的化妆与血腥表现 不过即便如此 也没有挡住观众们对电影的喜爱 这部电影在全世界总共赚了5500多万刀 由影评家把本片描述为史上最好的丧尸电影之一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 电影评级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大头规范 比如像Evil Die的里 那种把女朋友分尸的镜头 如果是普通人类呢 那这个片子是怎么都不会有好的评级的 但是如果说男主角的女朋友变成了丧尸 她成了一个怪物 你看这事就好办了什么 其实这和电子游戏评级里的技巧一样 丧尸也是为了避免评级伤害的 百事不爽的技巧之一 比如你看丧尸微城里那成群结队的丧尸海 如果全都是人 那这游戏的评级可就危险了 在80年代到90年代 各种各样的丧尸片开始浮出水面 像诡异剧情为主的Crip Show Reanimator 还有满屏幕妖血 A型B型O型AB型都有的 这个Green Dead 还有The Return of the Living Dead The Day of the Dead 等等等等等等 甚至是Michael Jackson 也都开始在Thriller里大跳僵尸舞 1996年卡普空推出的生化危机的游戏 也为丧尸的热门助了一把力 再再往后就已经形成了游戏电影电影游戏 二者互相影响发展的格局 现代丧尸电影的种类也比以往更多 有黑色幽默的The Shaun of the Dead Feedle 也有瞄准青少年市场的Warm Buddies 还有大热电视剧系列的The Walking Dead 更不如说改编字小说的如World War Z 这样的作品了 类型和故事不尽相同 这正是丧尸电影开始往更细分的市场发展的表现 丧尸电影可以说真正迎来了全面爆发的时代 从最早的对黑人反抗 以及巫毒教的恐惧 到核辐射危机 以及外星人科幻 再到化妆 电影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现如今丧尸电影已经开始和游戏 做了更多的相互影响 并且在题材上也有了更多的细分 如果说早期的丧尸电影流行的原因还比较单一的话 如今的丧尸电影可以有100种方法来火起来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往电影人的无限努力的基础上 我们每天都习惯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意见脸秀 都在标榜着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 但如果突然有一天 你变成了没有脑子的丧尸 你再也无法在微博上朋友圈里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再也无法品尝世界上所有的美食 你甚至像《僵尸骄恩》里的 Nick Frost所扮演的角色那样 即便拿着手柄 按着按键 却再也无法理解游戏的乐趣的形式走肉 那么活着 是不是要比死的更让人恐惧 好了 本期的说个事到这就要结束了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无法把所有好看的丧尸电影 都在节目里点个名 如果有您喜欢但是我们没有说到的呢 您也多担待 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想单独做一期丧尸游戏编剑室的节目 如果您有什么点子还有建议 欢迎到新浪微博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机会网找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